12月17日晚 美国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总商会 在圣代博士半岛酒家隆重举办圣诞慈善晚宴 感谢和表彰美国退伍军人对国家的贡献 并向退伍军人协会捐款 美国国会议员赵美新 加州前众议员伍国庆 陈纳德将军的外孙女Nyle Calloway 以及退伍军人代表和社区代表100多人 出席了当晚活动 美国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总商会 创会会长林达坚 至此感谢大家出席今天的感恩晚宴 他表示这也是他多年以来 一直举办的感恩退伍军人的活动 今天很荣幸我们的Christmas Party 邀请到表彰我们美国退伍军人 海军陆战队 还有我们的境外作战部队 还有我们的华府的628美国的退伍军人协会 都参与 我们在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 都想到了我们的军人为国家奉献了 他的最宝贵的时间 也献出他们的生命 有一些换来了和平 自由与法治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在感恩节跟我们的Christmas的时候 我特别想要用这种晚宴来感谢他们 那这样子希望能够引起我们社区 对我们的退伍军人的重视 不要忘记了他们曾经为我们奋斗 甚至牺牲生命 美国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总商会的慈善一举 得到与会人士的高度评价 与会的杨安利律师表示 林达坚关心和帮助退伍军人 由来已久 早在2015年 林达坚就开始帮助 位于猛市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 397分会 曾出资帮助修缠门前道路 2017年 林达坚在蒙特利公园市 举行了慈善晚会 为退伍军人捐钱维修屋顶 他自己带头捐赠3000美元 透过企业捐助 为退伍军人筹款2万多美元 解决实际困难 2019年 林达坚在猛市发起支持 美国退伍军人5公里步行活动 为美国退伍军人协会 628分会筹款 赵美新 伍国庆 猛市前市长黄维刚 美国华人政治联盟荣誉主席叶安利等 全美电视台记者 盛盖博士采访包